按承担整个 所以在我任内 我也跟彭妈妈报告过 我不允许有任何霸函 不允许有任何欺负别人的事情 更不允许有上欺下长官欺负部署 吃官 喝官 吃兵的这种事情发生 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受到了一些挫折 但是我必须要继续以往的教训 所以在这边 我特别再三要跟彭妈妈致歉 代表海军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 造成了家破人亡 造成了海军的军心会造成相当的抚抠 我妈妈已经把它找回来了 这是我的责任 我记得